中奖五千万 闺蜜让我不要跟家里说 闺蜜是律师 她说她在这行见识的太多 我和她打赌 我的父母一定会是例外 我打电话跟我妈哭诉 说我失业了 想回家啃老 我妈沉默一会 道 行 那你先回来吧 我冲闺蜜得意扬眉 闺蜜却将我的紧急联络人 改成了她 我没想到 因为她的举动 真的救了我的命 回吧 回去看清也好 不过说好了 回去不能告诉他们 你中奖的事 闺蜜廖婷婷还在叮嘱我 我觉得她有点神经质过头 我承认有些父母确实坏 但她毕竟在少数 我爸妈虽然平时有点偏心 但肯定不会为了钱害我 不过她也是为了我好 这么多年的闺蜜情 我也是示好歹的 于是听话的点头 知道了 我们赌约不结束 我绝对不说出口 这下你放心了吧 廖婷婷叹了口气 成吧 那你路上当心 我抱了抱她 开心的踏上了回家的高铁 到家时已是深夜 我打个电话给我爸 我爸已经睡下了 叫我自己打个车回去 我心里已隐约有些不舒服 但马上又安慰自己 大半夜的 爸爸身体本来就不好 但是坐上出租车后 发现司机频频从后视镜看我 心掉到嗓子眼 直到到了家附近 才松了口气 敲了许久的门 才听到妈妈不耐烦的硬铃声 给我开门后 她又把着哈欠回了房 我抿着嘴 看着爸妈卧室的房门 心里有些失落 她连一句话都没有跟我说 难道是因为太累了 往年我回家 我妈都会问声问我累不累 然后给我煮碗饺子的 不过 我往年都是白天回家 也没这么晚到家过 爸妈年纪大了 扛不住叫 也正常 我安爸自己不懂事 拖着行李箱 进了自己的小房间 我每年都会回来一次 所以我的小房间 倒也不需要怎么收拾 就是灰尘点重 我叹了口气 从柜子里拿出备入被套 先垫了床 将就睡一晚 明早起来收拾 可第二天 等我起来 我妈已经忙着在收拾碗筷 一口早餐也没给我留 我不禁有些委屈 妈 你怎么不叫我吃早饭啊 我昨晚就没吃东西 我妈摆我一眼 你当自己大小姐呢 想吃就起早点 对这个家没贡献的人 还只要人伺候呢 我有些不敢置信 这些话会是从我妈嘴里说出来的 虽然以前我不在家 但是我在北京赚的每一笔钱 都打回了家里 他们现在住的这套房 也都是用我的钱买的 我怎么就是对这个家 没有贡献的人了呢 我觉得不对 我妈的话里明显带着火气 我像往常一样 摟着我妈的脖子笑 怎么了吗 跟我爸吵架了 我妈一把推开我 插腰冲我妈道 班上好好的突然就不上了 你说说你 怎么这么任性 你明知道你弟要结婚了 才以前还没着落呢 你这时候不上班了 你让我们一家怎么办 我刚想安抚我妈 告诉她我中了彩票 但想起答应闺蜜的事 我又验了下去 妈 不是你说让我先回来的吗 我妈冷哼一声 端着盘子进了厨房 我想跟过去帮她洗碗 她把厨房门一关 将我阻隔在外面 肚子实在太饿 我只好快速地洗漱完 换好衣服下楼吃早饭 当时给我爸妈 买这套房子的时候 就考虑到他们年纪大 买了一个地段比较好的 下楼往西十里就是小街 街道对面就有菜市场 有公交站 相当的便利 吃早饭时 有个尖嘴猴塞的中年男人 一直盯着我看 只看了我发毛 他才莫名其妙 问了一句 你就是王根生家的大闺女 我善笑了一下 出于礼貌点点头 回问道 您是 他没答 只是笑得有些银鞋 过了一会就走了 我只当是遇到了 奇奇怪怪的人 很快便没把这件事 放在心上了 午饭时 我爸问我 打算什么时候再去找工作 我实话实说 暂时不打算出去了 弟弟王父 突然将筷子往桌上一放 激动起来 你不出去上班 那我彩礼钱怎么办 我也将筷子往桌上一排 你的彩礼钱 当然应该是你自己挣 爸妈养你这么大 你到现在为止 为爸妈做过什么 我是真不喜欢这个弟弟 从小到大 都是一来伸手翻来张口 初中毕业就辍学在家打游戏 到现在都24了 没上过一天的班 王父还没说什么 我妈就拍了我一巴掌 怎么跟你弟说话的 咱家就你一个大学生 你帮衬了你弟弟点怎么了 我无奈到 妈 话不是这么说的 我能帮衬他一时 能帮他一辈子 我妈 为什么不能 你是他姐 你就得管他一辈子 我凝视着我妈 真不敢相信这是他的想法 闭嘴 吃饭 我爸大概也觉得 我妈越说越不像话 发火 我心里松我口气 还好我爸一向都是讲道理的人 见我们都安静下来后 我爸又对我语重心长的开口 爸也不想靠你 可你知道爸的身体 咱家就这条件 现在一个上班的都没有 家里的开销咋弄 我想说我身上还有点积蓄 可是看到王父那张死人脸 迅速转了话筒 爸 我不是还有一套房子 一直叫你们先出租的吗 那是我给自己存的嫁妆 平婷说女孩子 不管嫁得好不好 分钱一定要给自己准备一套房 那就是自己安身立命的底气 所以给我爸妈置办完这套房 我拼了命的工作 在平婷的支持下 另外给自己置办了一套三十一亭 想到自己目前也没结婚的打算 就将房子减装过后 让爸妈拿去出租 这样他们也能点收入 我爸脸上闪过一丝不自然 避开了我的视线 王父又叫了起来 你别想打那套房子的主意 那套可是妈说好给我的婚房 我差点气笑 那是我的房子 凭什么给你当婚房 我现在已经有点压不住脾气了 我妈却还来帮枪 什么你的他的 你们是姐弟 用得着分那么轻吗 我爸又不耐烦地敲响了桌面 我说了不要吵 他瞪了我妈后第一眼 两人缩了缩脖子 埋头吃起饭来 我爸这人虽然说身体不行 但是脑子聪明 所以在家的权威那是无庸置疑的 警告完我妈和王父 我爸就开始安抚我 你那套房 你弟的女朋友看上了 我本来也是要跟你商量的 你做姐姐的吃点亏 那套给你弟 我跟你妈这套给你 我爸这么说 倒是比我妈的话容易让人接受 其实我爸妈这套房子 要比我那套面积大些 价格上也比我那套贵些 只是这套房子早买了个七八年 比我那套房子就上不少 如果我不同意 我爸妈只怕是要卖掉这套老房子 拿钱给我弟买新房 顶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原则 我轻轻点了头 我弟却摆我一眼 小声嘀咕道 真不懂 一个赔钱或要房子干嘛 拿去倒贴别人吗 我是真想给他脑袋开个瓢 但考虑到我爸一二再再二三的维护 我也就不想再惹他烦 我放下筷子 吐了口气 我吃饱了 爸妈你们慢慢吃 说完我就回了房 我爸都会在前背里 头埋进枕头 脑子里忍不住想起婷婷的话 其实我一直都知道 我家不太像正常相性相爱的家庭 我妈很重男轻女 我打小就被教育 什么都要让我弟弟 但好在我爸总是会在中间平衡 时常给我安慰 我也就潜移默化地接受了这点不公平 我爸身体不好 从我即时起就听我妈说 我爸只有一个肾 不能劳累 所以时常会帮着家里干活 到能忙的季节 我会厚着脸皮去邻居地里帮忙干活 邻居多少会多点工钱 我超了46份作业 赚了230 自己的学习还越来越扎实了 我妈直夸我脑子聪明 拿着钱就给我弟买了双新球鞋 可她也没忘了我 给我买了双新年袜 高中时 我会倒腾些小玩意 在学校里卖给同学 赚来的钱一半给我妈 一半给自己买诗卷 考上大学时 我妈虽然不乐意 也没对我态度这么差 她只是为难地告诉我 家里真没钱供我赌 我说不用他们给钱 我成年了 我可以自己打工赚学费 我爸放下酒杯 说出去给我借钱 白眼受尽 好不容易才借来一千元 我很感动 却没要这一千 我知道家里的艰难 一整个暑假 我都在外面打工 我一个人打三份工 每天只睡四个小时 才在开学前将学费凑齐 交完学费 还多出两千 我给自己留了五百生活费 剩下的一千五百 全给了我妈 我妈抱着我哭 说对不住我 哭完才将钱揣进口袋 大学还没毕业 我就收到几个大公司的邀请 我在网上调查了一下 这几个大公司的前景 最后选一家新媒体公司 无他 就是觉得 以国内目前的发展形势来看 新媒体比较有前景 事实证明我的选择没错 毕业后 我在这家公司 混得风生水起 薪资不高 但提成都几十万几十万的拿 赚了钱以后 我一如往常 大部分都给家里 我妈对我越来越好 似乎小时候的那点偏心 是根本不存在的 每年我从北京回来 房间是早就收拾好的 桌上饭菜是热乎的 爸妈对我也是关心的 偶尔我弟多闹几句 也是要被我爸妈一起责备的 可今天的妈妈 宛如变了一个人一样 她满口都是 我应该将一切都奉献给我弟 婷婷说 从我对我家庭的形容来看 我父母对我好 完全是利益的等价交换 像另类的 如果有一天 他们发现我的价值被榨干 会毫不犹豫地将我踢开 开始我是不信的 我爸妈是偏心了一点 但不是那种坏到骨子里的 他们也没不让我上大学 可是现在 我妈的态度和话语 让我产生了动摇 我今天睡着了 醒来时外部已经漆黑一片 我从枕头下摸出手机 上面的时间已经是零零 我皱了下眉头 爸妈竟然没叫我起来吃晚饭 感受到胃里的抗议 我从床上爬起来 打算到冰箱去找点吃的 路过爸妈的房间时 门缝里透出微光 似乎还有低语声 奇怪了 爸妈一向都睡得早 这么晚不睡 是有什么心事 我凑到了门边 将耳朵贴了上去 结果听爸妈的对话 让我汗流加倍 我妈 当初我就说不让他上大学 你非说他上了大学 才能挣大钱 儿子才有指望 你看看这才干了几年 就不肯上班了 还要把儿子的婚房拿走 我爸 我说的难道不对 你看他初中高中 才赚几个钱给你 到了大学 他月月寄回来的钱 都够咱一家三口一个月开销 大学读完他 三十五都不到 就给咱家挣回来两套房 你还有什么不知足 我就跟你说 平时态度上对他软活谢 说几句好听的话 这闺女心窝子都掏给你 你非要犯唇 贴着门 我手脚一片冰凉 若说我妈的话对我是一块巨石砸进石头 我爸的话就是陨石坠落 在我心上砸出一个又一个带着火星的大坑 所以这些年 我以为的那些向着我 对我好 真的都是像婷婷说的 是我爸对我呢 在我情绪崩塌 想逃离时 我妈的声音又响了起来 那他现在又不肯赚钱了咯 你也是 还要把这套房过户给他 给他做爪子 他迟早都是要嫁人 要去便宜别人家的呀 哼 我爸的声音冷了下来 说你笨你还真是 我那是先骗他把房子过户给儿子 至于这房子 劳资会给他 我妈这才黑黑笑了起来 还是你聪明 不过 亲家那头彩礼可是要三十万啊 这婚房是有着落了 彩礼咋整 我觉着不行 还是逼着他上班去 我爸不耐烦的责了一声 现在公司都是要熬资历的 逼他出去上班 猴年马月能拿三十万回来 那你说怎么办吗 我妈声音尖了起来 我爸马上责备道 你小点声 前段时间 老过来找我 想出四十八万 给他弟讨个媳妇 问我有没有人介绍 他弟那个杀过人的傻子 谁家姑娘乐意嫁他们家呀 我妈说完 我爸没接话 没过多会 我妈就醒悟过来 你是说把营地说他们家呀 营地正能同意 我爸似乎是吸了一口烟 长长的吐了一口气才到 这是我还没定 我要先试试闺女 这几年她都在外头 咱对她手上有多少 到底是没个底儿 你也得劳资放聪明些 我妈连不别的硬朗 我的心如坠冰窖 双腿发暖 差点瘫倒在地 可最后一丝理直强撑着我 使我艰难地挪回了房间 躺在床上 我用被子死死捂住嘴巴 抽搐地哭了出来 假的 都是假的 过去三十年的慈父形象 不过是我的一种手段 我现在产生不了价值了 他们就想榨干我最后一点价值 不管我的死活 脑海里又响起婷婷的话 你仔细想想 这么些年 他们花在用在你身上的钱 远远不经意回馈给他们的 他们除了嘴上对你好 行动上为你做过什么 谁家心疼孩子的父母 会让孩子十岁不到 开始为家里挣钱 为什么就你懂事 你弟弟就只需要享受 我哭到呼吸困难 几乎晕绝 终于接受这个事实 第二天 我借口身体不舒服去看医 就出了门 出门时 我妈的态度果然不像昨天了 她追到门口 一个劲儿问我 怎么不舒服 感冒了 妈陪你去吧 我不敢回头 因为眼眶胀的发红 只能背对着她招了招手 飞快地跑下了楼 我找了个安静的地方 打电话给婷婷 将昨晚听到的都跟她说了 说到后面 已是气不成声 婷婷急得不行 只说要飞过来接我回去 可我不甘心 即便现在回去 他们还是能赖上我 我带着浓浓的鼻音问婷婷 婷婷 你说 我会不会根本不是他们的女儿 不然他们怎么会这么对我 婷婷说 你不是说 你跟你妈长得还挺像的吗 我说不出话 婷婷又安抚道 他们这做法说不准还真不是 要不 你既要本过来 我送去查查 我 嗯 她不喜欢这个名字 我也不喜欢 所以她都叫我阿盈 瞧 骑车从名字就可以看出端倪 但是亲情这种东西 总会让人舍不得去怀疑 我抬头望着湛蓝的天 说 婷婷 他们对我好狠心 我再也不想跟他们有任何瓜葛了 婷婷想了会 说 行 咱先把房子弄回来 我再安排一下 虽然不能说让你们再没瓜葛 但我能让他们以后不敢再找你 我的鼻头又发酸了 被婷婷感动的 如果说我这辈子最幸运的事 大概就是遇见了她 不在家时在客厅 还有爸妈房间都放了两个 婷婷说 要尽可能地收集证据 最好是有犯罪证据 例如他们要买卖我的婚姻 这就是最好的犯罪证据 晚饭时 在我爸又一次的试探下 我将一张里面有十万块的银行卡 递到了他面前 我说 爸 我就重多了 先用着吧 开娘我再去找份工作 我爸长叹了口气 将银行卡推过来 怎么能老拿你钱 你自己存着 我妈生怕我真收回去 手飞快地将银行卡抢了过去 我爸又叹了一口气 终是没再说话 看着我爸虚伪的表演 我强忍下做我的情绪 像往常一样安慰了我爸几句 我妈问我 啥时候给我弟去过户 我说 随时都可以啊 只要你们都有空 我们去了两套房一起过户 也方便 我妈眉头皱得死死的 看着我眼里又有了怒气 干啥呀 你弟急着结婚 你先去过户不成 时生怕我跟你爸反悔咋的 我笑笑 妈 瞧你说哪儿去了 你们是我亲爹妈 肯定不会反悔 我这不就是想着房产中心远 干嘛做两趟跑 爸 您说对吧 我爸狠狠瞪了我妈一眼 回到过户这事先不急 过两天吧 我笑着硬了 吃过饭 我做客厅看电视 等我爸出了门 王傅就进了我妈的房 我戴上蓝牙耳机 用手机调出监控画面 王傅在跟我妈要钱 他要两万 说是看上一款游戏机 我妈不肯给 说钱要给他存着娶媳妇 王傅软磨硬泡 最终我妈答应给他五千块 王傅很不高兴地走出来 我突然系上心头 拉着王傅往门口走 王傅不爽地甩开我的手 语气冲得很 你干嘛 我低声说 我听见你干嘛有钱了 你急用钱 王傅狐一地看着我 你有办法 我在伸手拉他 这次他没甩开我 到了门外 我将手机网页里的一个网贷信息 递给他看 他看了一会 眉头皱起来 这种网贷 利息可不少 我笑着说 利息是不少 所以才不用还呀 一听不用还 王傅的眼睛都亮了 怎么会不用还 我白他一眼 你想啊 利息高就说明不合法 不合法的平台 不就不用还咯 王傅一听 似乎是这个道理 但他也没完全信我 而是网上先查了查 我心里冷笑着 像王傅这种蠢货 是最好忽悠的 网上就能查到真实答案吗 那可不 网上只会查到每一种答案 只是人往往 只会选择自己内心 更偏向的答案 没过多久 王傅就当了我的面 刷了两个网贷 一共四万 他开心之余 还不忘问我 你怎么知道这个 我指了指咱家的房子 你觉得就靠我自己 能拿下两套房吗 这背后 给亏这些平台给我助力呢 王傅听了我的话 越发的安心起来 我知道 这只是个开始 这种来钱又多又快的办法 是会让人上瘾的 而且王傅还是一个 物欲极高的废物 果然没多久 王傅就从头到脚 一身名牌的穿了起来 他还买了好几套游戏设备 我网上查了一下 光他身上的行头 加上那几套设备 加起来得有七万了 这家伙也是狠 一个月不到 顾目录了不下十万 最近我爸总是早出晚归的 直接告诉我有情况 于是夜里我不睡 一直守着监控 到了深夜 我爸出来看了两趟 见我房里没灯 静敲的 这才回房跟我妈聊起来 我忍不住在内心里嘲讽 还真谨慎 回到房后 我妈忍不住问了起来 老郭那边咋说 财力还肯不肯在家点 毕竟咱闺女还是大学生里 我爸懊恼地摆了白手 老郭说她弟那样 大学生不大学生的 有啥区别 就想找个模样不差 能照顾他弟的 我妈妈咧咧起来 这老郭家有钱 还死空门 我爸拍了拍她 得了 离过年还有半年呢 急什么 跟他们慢慢磨 干净下来后 我才注意到客厅的视频里 有个黑影一直贴在我爸妈房门上 吓我一跳 过了一会 她才轻手轻脚地 走进了我隔壁的房间 原来是王傅 我这才吐出一口气 不过我的心马上又掉了起来 这个蠢货 该不会坏事吧 不过多想无意 我将视频发给了婷婷 就睡下了 又过了几天 一个夜晚 王傅会趴在地上 往我门缝里看 我不解的看着视频里 像只王八的他 只见他拿着一份文件 去了我爸妈房里 连门都没敲 吓了我爸妈一跳 我赶紧将监控画面 切到我爸妈的房间 只见王傅已经坐了下来 爸妈 你们是不是打算 拿我解换彩礼啊 我爸已经瞪着他 你怎么知道的 王傅给了他一个安心的手势 别慌 这种事 你们瞒着我干啥 我那天起夜 听到你们房里有声音 我就在外面听了两句 说着 他又兴奋地凑近我爸妈 继续道 我这两天打听了一下 听说是郭峰子 要给他那傻子弟弟说媳妇 对吧 财力得多少啊 我爸皱着眉眉开口 反而是我妈坐起来 对着王傅比了两个手势 我爸扯了他一把 他不乐意道 瞒着他做什么 王傅才没功夫 管我爸的脸色 他兴奋地差点叫出声 48万这郭峰子家 就是有钱啊 不过他话说一半 故作神秘地 将手中的文件 递到我爸面前 嫁给那种人家 买个人生意外险 很有必要吧 我爸拿着那份意外险 随便翻了翻 随后认回给王傅 多此一举 他杀不能算意外死亡 王傅见兮兮地笑起来 怎么能让我解过门受罪呢 收了彩礼钱 意外什么时候都可以到 这里可收五十万啊 爸 我爸皱眉 不行 这太冒险了 容易被查出来 我妈脸也泛白 多得嗦嗦道 啊傅啊 你在说什么呢 那可是你亲姐啊 王傅满脸的不在意 先是对我爸道 爸 富贵显中求 随后对我妈道 你们把他嫁给 那杀人的傻子 他迟早也会死的呀 到时候便宜别人家 还不如便宜我们自己 妈 不是你说的 他是我姐 他的一切都该是我的吗 这下我妈和我爸 都不说话了 他们思考得很认真 可我握着手机的双手 却在不断地颤抖 原来 这就是人性的丑恶 最终 我爸同意了 看着王傅趣悦地回了自己房间 我颤抖着手 将视频发给婷婷 心中怒火在狂烧 我手指飞快地在案件上打字 我要他们坐牢 婷婷 我要他们都进去 原本 我和婷婷的想法 只是把房子拿回来 然后用收集的证据 逼他们从此以后 不敢再找我 可我没想到 他们个个都想要我的命 他们丧心病狂 过了很久 婷婷回了我 好 但你现在一定要冷静 我会冷静的 我要让他们 为自己的行为 付出绝对的代价 第二天 我还没睡醒 我妈笑嘻嘻地 将我从床上拉起来 爷弟啊 快起来 你爸有事说 等我洗漱好出去 餐桌上是难得的丰盛 桌边坐着一个 我不认识的中年男人 见了我 冲我和善地笑了笑 我爸看我出来 温和地跟我介绍 爸的朋友 卖保险的 我的心里咯噔一下 面上却礼貌地 对着那人笑了笑 叫我生叔叔 我吃早饭的时候 那人在我爸的事一下 将保险抽了出来 是这样 昨天你爸同意 给你们全家 都买上疾病险 保险这里面的门档 我爸责备地看我一眼 按了按我的手 你爸的能力 你还不清楚 你签就行了 是啊 他的能力 我确实够清楚了 几十年来 将我哄得团团转 我笑 行吧 既然我爸都了解好了 叔叔 拿来给我签吧 不过签字前 我得拍照 发给我的律师朋友看看 可以吗 那人脸色 变了变迟迷地看向我爸 整个人显得很紧张 我爸不高兴了 对那人道 我跟我女儿说几句 话必就将我扯到一边 低声道 这是爸的朋友 曾帮过爸的 你怎么正不给面子 我不赞同地看着他 爸 买保险是大事 你是不是知道 保险里有多少坑 怎么能因为别人帮过你 你就帮人签保险呢 我爸眉头皱了起来 爸了解过了 这保险属于一次性投保 一人一万四 生病也可以报的 看了我爸不达目的 不罢休的样子 我单单笑了起来 行吧 爸 既然您真的了解过了 我签就是了 签保险时 那人也没跟我介绍保险内容 只将页面翻到几处 需要签字的地方 只给我签 我眼神扫过 脂肪微型摄像头的地方 慢慢勾起了嘴角 真好 证据更加齐全了呢 过了两个月 王傅抱着手机 给我看催收短信 王英帝 你不是说不还没事吗 他们怎么一直发短信打电话 我笑他傻 人家当然要发了 还要吓唬你 端钱怎么收回去 你知道一句话不 称死胆大的 饿死胆小的 王傅又信了 然后他又问我 我现在已经借不到了 不知道这些平台怎么回事